落水女神 新婚艳儿 河博陪伴扶妃 乘坐龙碗河盖的水车 腾波冲浪 从下游九河 直上河源昆沦 流连于良辰美景 又手牵着手东行 回归新区榆林屋 紫辈雀 然而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河神水性洋花 异于变心 爱情的火花 很快就让时间的流水 消灭了 河博吩咐乌鱼 每年替她挑个 妙龄少女做新娘 并警告两岸百姓 若不为河博取富 水来飘沫 逆起人民 浮飞内心 也厌倦了狂妄自大的河博 厌倦了清迷浮华的生活 她乐得脱身返回落水 时而在水面 拾取漂浮的翠玉 时而入坛心 采集深藏的明珠 可夜静月明时 她会感到无助 感到空虚 她需要一双游厉的臂膀 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 或许是天意作合 意追逐灵阳来之落边 与扶妃不弃而遇 她俩一个是 峡谷热血的寂寞英雄 一个是柔情似水的孤独美人 彼此目光接触 便再也移不开 她连明白 重力寻她千百度的另一半 近在眼前 异语浮飞 相爱同居的消息 传到左拥右抱 想尽艳福的何博尔中 雄像的嫉妒 和一方霸主的自尊 令她恼羞成怒 她惧怕异的神剑 不敢当面对绝 暂且化作一条白龙 探头探脑地 浮在水面盯梢 白龙出水 龙卷风起 与扶妃并齐驰骋的意 见百姓又要遭殃 反身一剑 射中白龙左目 那何博腹痛 捂住伤口窜入河底 独眼龙何博哭上天庭 请求天帝杀了义 为他报仇 帝库正为以前 待义太不公平 而有些内疚 因此不耐烦地 打断了何博的喋喋不休 你规规矩矩 安居水服 谁能舍你 你无端化为重兽 当然会被人捕杀 义又有什么过错呢 何博黯然溜回黄河 从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再也不出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